台北传统市场节活动 18号上午在光复市场举办包饺子大赛 水饺店业者第一代PK第二代 果然将是老的辣 第一代的何妈妈包一颗水饺 平均只花了6秒钟 打扮儿子的16秒 也有不少家庭主妇来挑战 但是都没比得上何妈妈的速度 拿皮放馅料一捏 何妈妈包饺子的连续动作几乎没停过 一旁的儿子也不甘瘦弱 但想拼过老妈的速度 显然还要再加把劲 首先连手套都脱了 留得满头大汗还是没跟上 第一代的何妈妈五分钟 包了48颗 平均6秒就包一颗 儿子稍微略顺一筹 16秒才完成一颗 我在店里我包得更好 因为今天又很热又很紧张 其实包饺子没什么技巧 就不要怕它痛 就捏下去就对了 因为太紧张了 包饺子看起来简单 有婆婆妈妈也忍不住想挑战 但是服务没那么容易 同样也要靠比技巧的包粽子比赛 这位阿公好像没什么经验 就一股脑拼命往粽页里拆馅料 让裁判很尴尬 这个全部都露出来了 好 那就一颗好了 第一次 怎么会想要来参加 有兴趣看到人家来 他觉得包粽子好不好玩 好玩就是说包不起来 真正的高手是他 三分钟包了13颗 可可精致饱满 真是厉害 他被市府举办市场节活动 有趣味竞赛 也有好康水饺免费吃 就是希望能把传统菜市场的人气给找回来 新童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烏